那么为了改善木骨木鱼游戏区的门面 秀林乡公所向华东重骨管理处争取经费来扩大服务 秀林乡一名代表蔡培火也前往现场了解施工进度 未来游客来到木骨木鱼生态廊到游客中心的时候 会以重新的面貌来欢迎来自花莲和游客来这里一游 秀林乡一名代表蔡培火表示 秀林地区木骨木鱼游客中心服务设施改善工程 其实秀林乡的王美贵大力的争取 向华东重骨管理处的相关经费 同时秀林乡一名代表蔡培火也透过立委孔文景 在中央来全力支持地方的需求 而这项工程也开始发布施作了 同时也关心现场工作情况 今天特别到这个地方来关心我们乡公所 对于我们南区同门木骨木鱼游客中心设施改善的工程 它异地在年底之前应该都可以完工了 所以前不久我们来会看的时候 希望它把品质做得好一点 现在正在施工中 我也请这边的厂商能够很认真的 而且能够很周延的把这边做好 特别感谢我们公所对南区地方建设的支持 这地方最主要它周边的设施 停车场排水沟以及美化立化 都可以改善完成 这边好像花了1500万 这个部分我们跟中央争取了 我们乡长特别跟中央立法委员他们争取 请那个重管处拨经费来做 另外一部分这里到1500万 另外还有1200万是在做翡翠谷的步道 现在都正在施工中 特别谢谢我们各级政府的关心 特别谢谢乡长的对南区的厚爱 修林下面的代表蔡博客表示 木古木鱼生态南道 自然生态资源是相当的丰富 花园的乡亲和外地的游客 来到花园第一个首选的好地方 就是木古木鱼生态园区的 尤其清水溪可以说是导人解说的好景点 游客可以在小巴士里来听其 结束人们一一细说 泰鲁各族的人文生态 富有历史性和故事性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喜爱这里的大自然生态 另外一处则是翡翠谷 清澈见解的凉水 来到这里可以望了都市里的城销 放松自己清清大自然 可以说是大家喜爱的另外一个景点 修林下面代表蔡博客表示 我有不断的改善基础建设 才能够吸引游客来木古木鱼意意游 希望大家能够以快乐的心情 清新大自然 让生态能够永续经营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